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把火 新皇帝登基后 同样离不开三把火 不然怎么坐稳自己的位置呢 且看刘达这三把火吧 第一把火 必亲任贤 刘达的生母虽然是贾贵人 但她即位后 马上将让母马皇后尊称为皇太后 贾贵人位置不动 而且贾家人都不给提榜 很好的避免了裙带亲 第二把火 大赦天下 趁年的十月 刘达下诏大赦天下 赏赐天下男子爵位和土地母树化钩 美人二级 流氓无户级 想安顿下来好好过日子的美人一级 官 寡 割 副 毒 换绝症 穷得活不下去的 美人发三胡素 流达的赏赐很实惠 也摆在面上 天下人很高兴 第二把火的目的是收满人心 第三把火 培养亲信 人心有 了 但这远远不够 要想打好基础好好工作 还得有人 神刘庄倒是留下了几个 主宋军 冬离义 都还活得很好 工作很认真 态度也积极 但他们不是有身份有背景的大腕 能干活 很镇不住场子 年轻的皇帝刘达需要的是能够压住场面的大腕级人物 于是乎 刘达很快就打造了自己的三人帮集团 赵喜 慕容 第五轮 下面我来重点看看 一号人物赵喜的前世精神 赵喜自博洋 南洋郡晚人 年轻的时候就有个很响当当的绰号 信义者 有三件事为证 第一件事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不食不保 食好味道 他的堂兄 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被当地的狗发盲杀害时 赵喜只有十五岁 小小年纪的他写下八个大字 君子报仇 十年不满 为此 他积极准备着 又是五刀链剑 又是广结天下豪杰之事 为寻仇做准备 等一切都准备的当时 赵喜便领人去复仇 然而 当他见到仇人时 却发现他病了 手无腹肌之力 此时如果他要下手 便如捏死一只蚂蚁般容器 然而 赵喜举在半空中的剑 并没有挥下去 因为在那一刹那间 赵喜认为这样做不是人者所为 于是 赵喜收剑归翘 临行前对仇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青山不改 绿水长柳 病愈后 最好远走他乡 不要让我看见 一旦让我看见你 绝不轻饶 仇人握着叩头写罪 仇人病愈后 却没有走 而是自负来见赵喜 大有父亲遣罪之体感 这时的赵喜却给他们吃了个闭门羹 并且再度送了他一句话 相见不如怀念 仇人以为赵喜饶过了他 他没有想到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 赵喜潜入仇人家 还是痛快地给了他一件 饶了你两次 也给了你两次忠告 你自己不远走他乡 你自己不能保护好自己 这就怪不得我了 冤落头 这有主 总该有个了结 第二件事 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倒梁 更是政权时期 武阴城大姓李氏雍城不将 更是派遣驻天将军 李宝去招降 李氏偷摇得像波浪谷 李宝说话了 我们都信李 这才好心劝你投降 你不投降便只有死路一条 面对李宝的威逼 李氏不为所动 大丈夫死得死而 有何俱灾 李宝气得蹊跷声言 正当他准备怒而攻城时 李氏再度说话了 要我投降也并非完全不可以 但有一个条件 能置取当然最好 李宝这时自然恳请他说出所以然来 李氏说 我要投降的人不是你 那是谁 李宝强压着怒火 听说晚人赵氏又孤孙赵喜 以信计文明 如果是他招降我 我便归降 李宝虽然气恼 但投降赵喜跟投降他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于是乎 他马上向耕使皇帝刘璇进行了汇报 刘璇一听就来了兴趣 这个赵喜是何许人也 居然有这么好的人员 于是 马上征兆 赵喜 很快 赵喜来了 刘璇却失望了 但见赵喜面如关玉 唇红使白 居然是还不到二十岁的毛头小子 于是 便笑道 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孩 怎么能挑着重担走很远呢 然而 赵喜却很快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嫩朱别的挑大梁这句话 他前脚刚到五斤 李氏后脚就紧跟着向他投降了 这个跟当年刘一样 要投降非要投降于他不可 而赵喜因此被败为五威偏将军 锋勇公侯 成了更使政权属下的骨干级人物 第三见识 贫贱之交不能往 糟糠之妻不下堂 都说江山一改 更使政权因为经营不善 很快就走向灭亡了 一个政权的失败 不就那时尸骨雷雷 赵喜被赤梅兵围困住 情急之下 他驶出飞檐走壁的轻功 爬上屋顶逃走了 与赵喜一起跑路的 还有他的好友韩仲伯腾树十人 他们携起战儿 爬山越祖 直奔五官 到了五官 韩仲伯不跑了 而是郑正地 望着自己如花似玉的妻子发愁 他是这么想的 有这么漂亮的妻子跟随自己 太招惹目标了 不容易逃啊 思来想去 为了不让自己受牵连 他决定学当年的刘邦 抛弃弃子 一个人跑路 对于韩仲伯这种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行为 赵喜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但韩仲伯似乎铁了心 依然一人独行 韩仲伯跑了 赵喜却留下来了 他在感叹这年头 既然长得漂亮 也是对的同时 马上想到了一招妙计 义荣说 他用泥图在韩仲伯妻子的脸上 然把他载在小车上 最后自己推着小车前行 在后面的行程中 每每遇到贼人逼迫 遇行不轨时 赵喜就说 他得了非常严重的传染病 这一招真灵 当时的传染病 便如现在的艾滋病一样令人害怕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是他们一度逢凶化疾 第四件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都说好人有好报 这话一点都不假 从耕使政权刚下岗部 九 赵喜就在就业了 他被慧眼十丁的刘秀 任命为淮县县令 当时的淮县大户人家 李子春 原先做过狼羊像 好强不守法度 掠夺兼并 大家都很怕他 赵喜下车一时 听说他的两个孙子 杀了人没有被查出来 就不断的追问其奸情 并把李子春收捕好了 他的两个孙子都自杀了 京城里有很多人为他求情 最终赵喜都没有理会 当时赵王刘良快病死了 皇帝车下来到赵王身边 问他还想要什么 赵王说 我和李子春关系不错 现在他犯了罪 怀县县令赵喜要杀了他 希望能让他活命 皇帝说 官吏依法行事 法律才不会白费 你说个别的吧 天不怕地不怕的刘秀 居然也忌惮赵喜 赵王只能无语问苍天了 随后 赵喜升任平原太守 当时的平原有很多道贼 赵喜与其他各郡追捕他们 杀了他们的大帅 与党处株连的有好几千人 赵喜上书说 恶人做了坏事只要控制住他们的身体就行了 可以把所有人都迁移到京城边上的郡里 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把他们安置到尹川 陈柳 于是赵喜推荐有异行的人 除大坏蛋 后来青州闹蝗虫闹得很厉害 这些蝗虫一进入平原郡 就死了 估计是撑死了 平原境内连年封首 百姓歌颂赵喜 后赵喜被拜为简阳侯相 此后 赵喜由太守到太普 由太普到魏魏 由魏魏到太魏 一步一个脚印 仕途之路可谓平不清云 公元七十五年 刘庄皇帝崩 赵喜以太魏的身份主持丧事 刘达即位为帝后 赵喜禁位太普 并上书氏 从而一跃成了朝中大哥大吉的实权人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